當年《甜言蜜語》都是十大金曲來的 但到現在 全世代也不是那麼強 有網友說 葉思文當時很棒 當然很棒 加上是台灣妹 阿嬤你也頂不准 如果現在 年紀也過六 登陸 那你又頂不頂呢 真是很難說 以前的鄭壽文 現在的鄭壽文 我先說葉思文 以前就不用說了 現在如果染上頭髮 其實他不是很老態 不過他沒有染髮 如果染上頭髮 你又頂不頂呢 當然你想頂不代表你可以頂 但是 真是很難說的 我的答案我都是一的 一 另二 各位網友 我 looking for your reply 但我覺得你們都是一多的 你說 喂 去法律賺錢 我不 eat 那一件事 你才問他七十歲 沒有 六十頭而已 六十一二的那些 可能是六十 我看看 但我一兩年 三年而已 因為我讀中三的速度 不過剛才我十五歲 看看 葉思文 馬上看看就知道 六一年了 六十三了 OK 六十三了 看看 年輕人 好冷好味 一二 現在一比一 看看 一 現在你 eat 就是 eat不滅 都是一波的 為什麼呢 始終都是常心願的 你有沒有吃過滾滾紅塵 喂 你別說什麼啦 粗來也抽他 有沒有吃過最受歡迎女歌手啊 祝福啊 粗來也抽他 叫 花婚小生 做一愧 你有沒有 是 喂 他都好多個 情人知己啊 大佬 好了 一同二 都二都比我想像中多的 但是 都是一多 Do it 啊 Kit Chen 說 都要吃的 中海棠 說要吃的 這樣 未必一定要查的 KY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他 就算過今年前 也有分泌的 不是沒有 少一些的嘛 不是呀 你現在都不是 他不是很大波的 是 他不是很大波的 以前 以前就一定是一啦 如果以前就 如果說以前 你不熱 就會浪費啦 是吧 是吧 德遜的後母而已 泰桿 熱龍一年 六十路 七十路都可能熱了 有些 林青夏 是吧 好了 今天花蓮地震 仍然是有 余震 昨天下午開始發生規模五次 規模五 以上的地震 多次發生 所以 花蓮院長就宣佈 今天 花蓮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只能夠說天有台灣 其實 啊 就是說 考量 你住在地方 有些人不說 那我們就搬啊 但是 你整個根在那裡的嘛 是不是說走就走呢 離開這個家園呢 那麼 你說那時候我們 比如說 卡來馬來西亞 其實也有這個原因 比如有些人說 我不去日本 真的有人會怕地震的 你不要說啊 好了 另外說說日本 日本有個25歲的少女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重的 這些是不是真的犯罪呢 真的很難說的 利用三名男子對她的好感 就騙了她們七百幾百百萬港幣 刑古屋的法院就判去九年 還有罰款八百萬日圓 法官說少女行為有極重的刑事責任 但我覺得九年是不是真的很誇張 很痛啊 大家看看有什麼事 這個在網上自稱是頂級女神 Lily的少女 道邊真衣 我就沒有CAP照片 OK的 不是很漂亮 但是不差啦 被指在2021年3月到2023年8月期間 你如果那時候 說22、3歲的 正所謂十八無仇虎 分別透過交友程式 和當時工作的夜店 就認識了三個五十幾歲的 南馬佬 就是我們這些 騙了她們超過1.55億的日圓 同時她又出售女神手冊 教唆至少兩個女人 兩個女子去騙取其他男人的金錢 道邊在法庭上承認所有控罪 還要認罪 她在拘留所和記者說 自己騙的錢回來 多數都花在牛郎身上 又說自己二十歲的時候 已經沉迷牛郎店 日本那些牛郎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不過大家 很多男人都沉迷叫雞 但是男人沉迷叫雞 會不會使得這樣 有些都是這樣的 譬如收入一匹八千元收到叫雞 但現在的女兒 我發覺很多女兒是貼起來 貼起來 貼到自己借買當借的 我很少見到馬路這樣 有的 有的 她說 自己過去 她會在歌舞伎丁的膠囊酒店住 然後在夜場打工賺錢 後來因為 要欠人錢越來越多 於是就開始了詐騙了 日本媒體報道 道邊 認識了男人之後 多次以拖欠租金 需要一筆錢和父母斷絕關係等等理由 自稱經濟出現困難 利用男子都要好感去索取金錢 其實你說這些是行騙? 算吧 算吧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多女生都會出事 對 但是最後都用在牛郎店上面 她在庭上透露 唯有把錢用在牛郎店 平時即是吃罐頭 都是住歌舞伎丁的膠囊酒店 那麼多 檢控官就說 道邊將詐騙的金錢用在牛郎身上 行為極度自私 要求半處13年的刑期 和扶款1200萬日圓 辯方就說 道邊不過是牛郎店的受害者 法官大村洋一裁決裡面批評 道邊利用法然巧語 假裝好意騙到男人的錢 那些男人是餓得夠的 掌控男性的心理來犯行 犯案是極其惡劣的行為 他說道邊 騙那些錢回來 去貼仔 是極其自私 沒有開脫餘地 認為他必要負上嚴重的刑事責任 那麼最後呢 那麼嚴重就判了三年 判了九年 你想想 他騙人錢 你就判他 騙了些錢 不是傷天害理的東西 你話之舉 是不是 他真的叫鴨 你說 如果他說 你騙那些錢 原來他給保糧局 那些小孩 那你就會輕判 其實 其實 兩樣東西 都是騙錢 但如果你真的做善事 老實說 他現在不是做善事 但他不是做壞事 不是騙那些錢 不是騙那些錢 他只是騙那些錢 他只是騙那些錢 那 當日 只能夠容納八十一人的唐聽席 結果要三十四百人去抽 才能進去 那些人都是八卦的 好了 在賣廣告之前 七分鐘 我們要做短些 都要講一講 我昨天看見新聞 也叫做洗版 昨天我們講過少少 就是這個麥佳 又麥歸 又麥麥宋 又這個萬人討厭 現在差不多成為萬聯 僅有那幾個 都叫做還有尊重 甚至乎可能排第一 的隊長 我看到那些萬迷 是紛紛向這個麥佳瓦道歉 我覺得 當日欺凌麥佳瓦 因為他真的看得不好 OK 當然 大家要想一下 他本身 我自己覺得 他是一個 操資大業的中堅 你要他上腳 當然是看得不好 被人家嘲弄 是難說的 但為什麼他書寫他的故事 就是因為他要被人嘲弄 甚至乎要賣他 而他竟然不走 有些人說 他寧願在這裏坐懶板凳 那時候 你這裏坐下來看 他根本不會有機會出場 他會坐懶板凳 是吧 但是你都不走 你都去到這個年紀 是不是想舔上那份肥弱 所以我去嘲弄他 但是 他又是一個 成就 好像碧涵當年 成就一個男兒當次強的故事 在他坐懶板凳的事業裏面 他依然繼續去練球 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這個是最重要的 繼續去苦練 結果在曼聯 上兵屌你想太多了 於是沒有辦法了 沒有人用之際 要用回他 而他就真的翻身仗了 其實整個貴宗之後打 都是打得相當不錯的 特別是剛剛對著這個高雲地利這一場 即是驚濤蟹浪地淘汰這個高雲地利 在這個逐總盃的四場賽事裏面 他原來是不舒服的 他不舒服的 整個星期沒有練球了 但是可以頂足120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賽後訪問他 他說既然沒有人 那他也要來的 即使有些不舒服 可能他的感冒也好 踢足120分鐘 態度良好 甚至乎曾經試過大波 撩離後場 撩離區域前場 失球也沒有什麼 他的最重要責任 最主要的就是 比如說林美人 甚至乎在世紀實驗下 在淘汰高雲地利之後 他也展示了一個對對手的 適當的尊重 反而昨天在英國 不是香港 香港固然 就掀起這個 向隊長 即是前隊長 說實話 say sorry 的情況 現在很多人覺得 喂 你隨時 麥佳 真的可以捱 真的可以 長命 隔一隔 安東尼 是啊 現在 安東尼真的收屁了 一個大對比 你 安東尼被人挑釁 你挑釁 為什麽呢 挑釁是肯定的 為什麽呢 三比零不換你進來 你進多來 滾滾無謂 先不要說追三球 先給人 你毫無表現 你進來起碼通幾段 是不是 你成億的 接近身家 好像多年丹尼神 拆幾個花 拆幾個鑽 拆幾個鑽 給人看也好 當是愚民也好 原歸 原歸 那又沒有了 然後串咎別人 是吧 你想想就該死了 所以這個世界上呢 我永遠都覺得 是難的 我都要 我的道理 我已經明了很多年了 我都要去到這幾年呢 我才可以身體力行到 多一點點 特別是男人 甚麼事非也好 甚麼事也好 都是默默耕耘的 不要 你拗贏我沒有用 是吧 真是 默默耕耘 這個世界上 總會還 西天道酬勤 總會有公道還給你的 好了 今晚當然了 今晚阿仙奴對車路線 對我來說當然是很緊張 因為呢 我覺得都贏得到 反而下一場到二次 我覺得就是麻煩 你贏多少球呢 嘩 真的很難說 也有些流放 也不需要贏得多 兩球 兩球 因為今天據說 誰出不了 車子那個甚麼 剛剛 彭馬 據說出不了 不知道有沒有兵不厭詐 彭馬出不了 出不了 據說不知道 到時可能 他整天都是這樣 嘩 照正選出來 是吧 那你為什麼呢 現在差不多拿 他拿著球來踢 你看這幾場球 當然他也有爭分數的 必要 因為車仔現在排第九 還是怎樣 其實都不絕望 做那麼多場球 你打了一場賽 有機會的 好 好了 我沒有夠緊張 一贏了你懂得叫呼 就繼續叫呼 是呀 失分就有了 一失分就有了 即是你沒有空間可言 最後幾場 是呀 你不是現在 你不是還有十五場 你不是還有十五場 老實說 有四五分 五六分 我們都見過 沒甚麼問題的 有幾場啊 大哥 好了 你看上個星期 利物浦三比一 喂 你不要來 總之大家爭吵 雖然你現在 得失分 我們的集中點 應該是萬人城 但往往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故事 不是這樣書寫 可能萬人城失分 而利物浦不失分 而不失分 而不斷贏 而你只要得失分 你的得失分 你的失分 你起碼沒有證球 你就可能被人追到 所以真的 現在很緊張啊 這個環境 好 我們先賣一點廣告 好了 那都要提醒大家 我們這些種呢 快就這星期未到 下星期是頭到 那除了這個鮑魚果精種 和這個瑤柱火腿種 都是我們去年的米斯蓮師傅 之外呢 那我們還有三隻 都是五十八元的鹼水種 就是我所謂的甜種 其實呢 你不下糖就沒甚麼甜的 那包括這個 陳皮豆沙 十年陳皮 鹼水種 陳皮豆沙鹼水種 有這個 金吉鹼水種 這個有趣 我們上次試過真的好吃 還有這個 蓮蓉鹼水種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剛剛上開來 我們有貨在那裡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買一個鹹 一個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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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兩百七十九元 那其實就不貴的 記住回去用熱水浸軟去 怎樣浸一下整個罐子浸下去 令到那些鴨油溶了 於是你倒開那些鴨油 然後將那隻乳豬蜜蜜蜜 拿出來用廚房紙印乾身一點 接著就去焗或者氣炸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非常好吃 這個西班牙的乳豬 就是如果你懂得煮一下野食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 你招呼朋友回家的時候 自己就煮醬汁在旁邊 煮一些盤菜 嚇死人了 以為你自己做這些事情 好 再去二百七十九元 這個馬卡咖啡 一包就有十包 我們現在有新包裝 新包裝其實都是這包裝 不過也是一個label 那label就不是簡體字 大家放心 除了馬卡之外 還有東格亞里 印度人參 還有羅麗果 最重要就是好飲兼提神 買兩包一百五十八元 兩大包就送一盒價值九十八元的 阿榮哥的無糖海藍茶 無糖那種 紅色包裝 價值九十八元 那就是一包都便宜了 四十幾元 即是一百元一包馬卡咖啡 這些是外面買三百多元的 如果我 我不是用自己做的話 好 再去 就是送這個了 海藍茶的無糖 十包裏面有 好 好了 除了我們現在 即是賣回馬來西亞的 薑蒜檸檬醋外 日本富士紅芋醋 我也要講一下 講過我們曾經有波 這個醋是比較容易喝的 15ml開水 OK 對你收減 你的內臟脂肪是非常見效的 喝完一瓶之後 如果你的內臟脂肪沒有改善 根據他講 就十倍奉還 你們的訂金 大家試一下 不夠貨的 不過這個日本仔 我覺得它有點鬼馬 產品沒有問題 所以我最近很少講 但我有課 我當然要繼續推銷一下 但是這個日本仔 真的 現在的日本仔 跟之前的日本仔 都有點不同 這個富士紅芋醋 很出名 好 再去 因為剛才看到 塗紅色的 都不是拼文 塗紅英文 我都忘記了 其實上宴 當然要介紹這個 蛹蟲泰 799元一瓶 6顆 3盒是2200元 強腎 補機能 大家心中有數 好 再去 木驚眼藥水 買6支有9支 買12支 9支之後 再送你一支 OK 有沒有想 沒有 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真的要講一下 我們要拆流量 我們講姜濤 我們講方浩文 拆流量 OK 休息一會